小米苏7又迎来了新一位挑战者 领克正式发布了旗下首款纯电车Z10 与极客001同出自SEA浩瀚架构 与概念车The Next Day高度相似 甚至可以确定 这就是领克未来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作为一家为年轻人造车的品牌 领克Z10遵循着新潮理念 在外形上重用机甲设计风格 有年轻人喜欢的灯光互动 还有无边框车门 主动调节尾翼 撞色车身元素 同时又很好的将自己和油车完全区别开 流线造型还为车辆带来了0.198的超低风阻 这个外形在20万级轿车中绝对称得上独树一致 领克Z10的车长超过5米 轴距超3米 轮圈尺寸最大达到了21英寸 不仅保证车外有舒展且富有冲击力的造型 车内乘坐空间也有所保障 进入车内 领克再次展现了做工和用料的扎实 Z10大量使用真皮和Alcantara翻毛皮 强调自己作为极力高端豪华的调性 车内还有上下双平底方向盘 服役长条型仪表盘和悬浮式中控屏AMDS2000芯片加持 算力是高通骁龙8295的1.8倍 带来更聪明快捷的智能坐舱 官方宣称领克Z10将会基于400伏和800伏两种动力平台打造 800伏架构下车辆的0百加速最快可达3.5秒 充电15分钟可补能573公里 采用金砖电池最高续航超过800公里 基本满足普通打工人的用车需求 不仅如此 这辆车还配备了双腔空气悬架 电锡门 电控减震系统 哈曼卡顿音响 同样是配置拉满 主打一个不留遗憾 7月下旬 领克Z10将会正式迎来发布 作为前瞻 我预测它的价格在20到30万 与顶流小米速器处在同一个价格 但Z10这个后者又很好的做出差异化 理工男一般的外形蕴藏着运动感 简称闷骚 20到30万区间卷力十足 领克Z10又是个新人 延续燃油时代的辉煌 你觉得它行吗